后悔,李皮承认自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马尔切洛李皮,1948年4月12日,生于意大利维亚雷胶,是一名足球教练员,现担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,先后在尤文图斯,意大利国家队,以及在广州恒大,都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,他在场上有着很敏锐的嗅觉,优雅淡定的站在场边,能很快的洞察场上发生的情况。 随机应变的去调整阵型或者是换人,经常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,故人们还趁之为银湖,近日据相关媒体采访李皮之后透露,李皮将会在亚洲杯结束之后,卸任中国国家队主教练一职,他将会回意大利家里好好修整一段时间,期望可以重拾热情,渴望和动力,然后再选择是否重新走上球场工作, 如果是再次指教则会考虑指教一支离家近的国家队,不想再指教俱乐部了,可能是中国足球伤了他的心,丢了他的脸,让他感到有心无力,甚至是略感失望,一直以为凭借着自己丰富的经验和能力,能将这支队伍带到一个新的高度, 这样也算是为中国足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,但是他可能是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离开,近日李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候也谈到一些之前的事情,他对媒体谈到,我赢得了梦寐以求的一切,甚至更多,但是有一次我犯了大错,我不应该离开国家队,也不应该再回去, 我回去只是因为我在赢得世界杯之后决定离开是错误的,所以说,我犯的严重的错误并不是一个,而是两个,他接着还说道,在南非我犯了第三个错误,我做出选择的时候,更多的原因是出于感激,当我意识到有些球员已经倾尽全力的时候已经太迟了,当然那次我的运气也很糟糕,因为我失去了不逢,皮尔洛还有半个德罗西, 因为德罗西的小腿有些伤病,已经70岁高龄的李皮,目前也是世界上最传奇的主帅之一,教练生涯他已经获得了五座一甲冠军,欧冠冠军,亚冠冠军,世界杯冠军等诸多荣誉。